大家好,你們知道為什麼飯店的白樓蝦那麼好吃嗎? 大家平時在做白樓蝦的時候是不是都直接用水煮呢? 其實做白樓蝦是不需要用水的,一滴水都不需要 今天和大家分享一個白樓蝦不一樣的做法 不用一滴水,做出來的白樓蝦肉非常的好吃 特別的Q彈有嚼勁 關鍵是最大程度的保留大蝦的營養和鮮味 而且做出來的蝦顏色也特別的漂亮,一起來看看吧 首先我們準備一斤大蝦,我們這裡是25元一斤 你們那裡是怎麼賣的呢? 我們先往大蝦裡面倒入適量的清水 沒過大蝦就可以 今天買到的蝦特別的新鮮 買回來到現在還有一大半是活的 想要做出來的蝦肉質鮮嫩Q彈 首先條件就要選擇這種活蝦 我們先把蝦浸泡幾分鐘 讓他們把吃到嘴裡的髒東西吐出來 泡好之後,現在我們先來把蝦處理一下 大家仔細看一下,每隻蝦頭這裡都有一個蝦腔 非常的尖銳,這是很危險的 特別是對於小孩子和老人來說 一不注意就會受傷了 所以我們首先要處理的就是這裡 我們用剪刀把它剪掉 蝦腔的下面就是蝦的胃 是蝦吸收和消化的地方 我們直接用牙籤挑出來就可以了 接著我們把蝦腿和蝦虛剪掉 因為蝦腿是最不容易清洗乾淨的 我們都知道蝦頭不易吃 蝦頭是胃和肝的集中分泊區 也是中金屬的聚集地 而蝦背上那條黑天的餡就是蝦的腸道 是細菌污垢的聚集地 所以想要健康吃蝦 一定是需要像把蝦處理乾淨的 我們將大蝦一手拿入蝦頭 一手拿入蝦身 我們稍微十點力氣掰開 接下來我們捏住蝦頭 從蝦往上輕輕擠壓蝦頭部分 就會取出一團完整的黑色物 這就是蝦的內臟部分 也就是大家所說的蝦包 是非常髒的 而這塊蝦包是連著蝦線 這樣一條完整的蝦線就被取出來了 特別的簡單也不需要任何的工具 而且清洗的非常乾淨 只需要一個簡單的動作 就可以把蝦收上最髒的部分去除了 這樣一隻蝦就被處理的非常乾淨了 處理好的大蝦全部裝入大碗中 然後再加入清水,把大蝦清洗一下 清洗乾淨 洗好了控水撈出,放在一旁備用 下面我們準備適量的生薑,把它切成薄片 切好後放入盤中備用 接下來我們再準備一頭大蒜,全部剝開 先取一半切成薄片 切好後和生薑裝在一起 然後準備幾根小蔥,切成長一點的蔥段 放入盤中備用 最後再準備一個洋蔥,對半切開 先取一半,切成洋蔥絲 切好後用手把它抖散 然後裝入盤中備用 剩下的另一半大蒜,我們拍一下,直接切成蒜末 切好後裝入另一個小碗中備用 接下來再準備幾個小米椒,切成小米椒圈 切成小米椒,切成小米椒,把小米椒裝在一起 加入一勺白芝麻 下面我們把洋蔥放入鍋中,平鋪鍋底 勾筷子稍微把它整理平整一些 再把蒜片鋪上去 然後擺入薑片,盡量擺均勻一些 最後再把蔥段平鋪在上面 現在我們把大蝦倒進去 跟前面一樣,把大蝦均勻的平鋪在上面 然後裡面加入兩勺料酒去腥,不用加水 再加入一勺白酒,白酒可以去除大蝦身上的沒有味 現在蓋上蓋子,開中火燒一分鐘 先不要用大火,否則容易糊,帶著糊味就不好吃了 一分鐘以後,蔥薑水就出來了 大蝦也在慢慢的變紅了 大概需要五分鐘 哇,實在是太香了 時間到了,先不要著急出鍋 繼續蓋上蓋子,燜五分鐘 但是需要把火關了 這個時間我們先來把料汁調好 鍋中加入適量的油 油熱之後倒入調料碗中 激發出蔥蒜辣椒蒜的香味 攪拌攪拌,使其瘦肉均勻 然後開始調味,加入一小勺食鹽 一小勺雞精 少許的白糖提鮮 再加入兩勺生抽 一勺蠔油 再來一勺香醋 最後將它攪拌均勻就可以了 好了,現在我們打開看看 哇,實在是太漂亮了 色香微俱全,看著就有食慾 現在用筷子把大蝦夾出來就可以了 這樣攪出來的蝦肉,非常的鮮香滑嫩 舉的時間不要太長,像我這樣五分鐘就行 我們用蔥薑取出來的蝦,非常的香 一點腥味也沒有 肉質吃起來一點也不柴 特別的Q彈有嚼勁 我們吃的時候蘸一下這個萬能料汁 真的是太好吃了,非常的開胃 這個做法真的是非常的簡單 如果你喜歡的話就收藏起來試吃吧 說到白鑊蝦,很多朋友都認為是水煮蝦 直接下鍋煮熟,再搭配蘸料就可以了 即使白鑊蝦也可以換成這樣的烹飪方式 它能最大程度的保留了食材的原汁原味 同時又能鎖入蝦的鮮味 使做出來的蝦肉鮮嫩甜脆,回味無窮 好了,方法已經分享完了 感謝觀看,我們下個視頻見